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7年7月6号礼拜四 在上半场来谈一谈股票 访问到的嘉宾他是黄建雄老师 今天我们上半场接受您的call in 650-968-2000 欢迎您尽早打电话来 今天的市场是下跌的 我们今天专程请到黄老师来告诉我们一下 他认为股市是否sell in May的这个趋势呢 会在7月份发生 黄老师你好 Kim 周乐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礼拜四 美股是收跌的 科技股是领跌 标普500的指数和纳什达克都收在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地缘政治的风险引起了市场的担忧 各大央行出现日益接近结束宽松政策的迹象 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的迹象 也令市场承压 买方不愿意进来 卖方比买方多 并且钱都跑到 有一部分是跑到sector rotation 有一些是跑到债券市场 最新的经济数据也不能够安抚市场对于美联储局 它政策计划的担忧 在今天加州时间下午1点 美股结束之后 道琼斯是下跌158.13 报21320.04 标普500指数下跌22.79 报2409.75 纳什达克下跌61.39 报6089.46 其实高科技股是从在6月初就有下跌的趋势 那这个钱到底跑到哪里去 高科技股领涨已经很久了 他们要下跌 要卖 要realize 自己的profit 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但是今天标普500的指数中间的11大板块 通通是全线收跌 那中间跌幅最深的是电信 还有能源板块 哇 这个实在是 是否这个大家心里面 投资人的心里面都想说 赶快跑出去一下 但是现在业绩也快要开始报告了呀 难道业绩也不能停止要sell in july的趋势吗 黄老师来给我们解解盘 看看今天三大指数破掉支撑有多严重 现在的情况就是道琼斯和Russell 2000还是高于50天均线 所以他们都依然还是看涨的趋势 可是S&P500和纳斯达克就是低于50天均线 所以它这两个大的指数是 趋势现在是看跌的 再加上六只股票 FAA NMG 哦 第二个M是什么 FAA NMG Microsoft 那Microsoft它的交流量比较大 这些大户买卖也比较多 第一个AM是什么 第一个AM是N 哦 Netflix FAA NMG Facebook Apple Amazon.com Netflix Microsoft Google 所有这些股票都低于50天均线 所以他们以前都是有带头着用上去的时候 现在他们都跌穿了50天均线的话 可能就会带头下来 今天Tesla Tesla也是低于50天均线 而且它还跌了20% 就是刚刚进入熊市的可能 是 它来说 当然它是 Tesla刚刚去到100天均线这个机枪水平 看看它能不能够反弹 可是现在看情况来说 大家是担心 好像你说的 中央各大中央银行现在都想收紧银根 是 所以债权的利息在升高 然后欧洲那方面的市场 也是大概就没有美国市场下跌的 最近几天都是欧洲德国那方面跌的比较多 所以拖累我们的市场 油价现在刚涨完 八天涨了七天之后 那么昨天开始跌 今天尽管有好消息 可是也上过去很多 后市现在依然还是在跌 带动能源内股下跌 必须下跌 所以这些几样东西都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市场开始要下来的 好的情况 是 昨天的市场是止跌反转 并且纳什达克是上涨了1% 但是今天一天就已经把昨天的涨幅完全都跌回去了 那Tesla也是经过券商来downgrade它 认为它的估值过高 结果果然一天就下跌了20% 可是还是在市场上并没有看到capitulation还有panic sale的情况 投资人好像也没有那么惊慌 一股脑的都要把自己手上面的赚钱的高科技股卖掉 这个倒是一个好现象 银行股继续看好 那虽然今天也是11个sector里面下跌的其中的一个 但是这个情况那既然是道琼斯和Russell 现在是高于50天 那他们是不是要先下跌一下 来跟500还有纳什达克齐头一起转向向下 那么他们现在如果是看跌的话 这四大指数下面一波的支撑点在什么地方呢 Kim 首先我们看看SPX 这个S&P500 它刚刚今天跌穿了50天均线 2413 这个位 现在是2109.75 对 那么下一个基撑居然就是这个100天均线 基撑2386 2386 也有100多点 2386没有 2409 2409 23点 20多点 所以20多点的话相当于大雄市大概200点左右 它会到了这个100天均线的基撑 基于纳什达克的话 它距离这个100天均线的基撑是大概76点 OK 7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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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到基撑 所以纳什达克在还有空间 蛮大的空间下跌 所以这两个指数都在走向他们的100天均线基撑 基于道琼师的话 道琼师刚刚跌破了20天均线 21370 这个 21370 这个 这个 基撑水平 下面21135 是 它的50天均线基撑 刚刚 就是 约末100多 200点左右 就和我们刚才的S&P500的下跌幅度差不多 嗯 所以 相信这几天 这个 这些指数都向着他们目标走 其实2017年从开年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股指都是上涨的 其中纳什达克上涨的更多是超过了10% 那这一波如果下跌的话啊 这个timing来讲也对 但是也不对 因为现在正是处于报第二季度的业绩的时候啊 第二季度的estimate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从earning的角度 股市有什么理由要下跌这么多呢? 是技术上的一种现象呢? 还是真正fundamental出了问题呢? 当市场要跌的时候 或者是 这些人要卖股票的时候 他们都会找一些理由 最近的理由就是 中央银行 要加息 要加息 要缩紧银根 缩紧银根 减少买债 这个也很恐怖的 这个是很恐怖 嗯 因为以前我们都说 就是联盘准备局 连续加三次利息的话 我们就要小心 这个股票市场了 现在已经加了多过三次了 嗯 所以这个加息是打击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要留意这个市场啊 嗯 究竟 以前 以前的这个市场好的时候 好消息当然是好消息 故人是好消息 坏消息也 也会 掉一天之后 也会觉得它是好消息 是 所以 好坏消息 都是好消息 市场都涨的话 这种是牛市 嗯 嗯 当它要变熊的话 好消息都推动不了得上去的话 嗯 那个时候 它就会 所以 大家对这个市场没信心 对股票 不会参与 嗯 所以 你刚才说的这个 嗯 有第二季财报出来 可能会好 可是它 有可能去用这个 一个理由来抛售 也不定 哇 无论是 它出的好 可是对前景不太看好 或者是 它出的很好 大家 大家担心 地缘政治啊 担心利息 技术高啊 啊 这些问题 所以 我们要 当然现在的市场 刚刚 好像刚刚开始 跌一样 要看看 它最近 能不能够 好像以前一样 跌了之后 会反弹 反弹 反弹的话 有好消息 也不能反弹的话 那么 就是 它就 市场就可能 会久弱 七月份的交投量 就开始很少了 到现在的交投量 还是很少 那现在比较敏感 也比较会做股票的人 的策略 应该是什么 这个我们留到 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之前 请黄老师来替我们公布 那我们今天呢 愿意大量的来接听您的 空音电话 650-968-2650-968-2000 如果说这一波果然是要下跌的话 如果 那您自己心里面觉得 这一波是下跌5个percent 6个percent 会这么剧烈吗 还是你不要做密估 还是你不要做密估 这一波均线的话 既然 下一个 重要的目标 200天 200天均线 200天均线是2298 那算它是2300吧 现在是2409 2300是109 10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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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除于 2453 也不是 就是5个percent左右 2400 我来除 我来除 除 2409 4.5 4.5个percent 对差不多5个percent 所以 在图上看上去好像是蛮多的 可是算起来还几不过是4.5个percent 所以我想这个 假如它要跌的话 走向200天均线 支撑 2300的 机会是很大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 我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了 650-968-2650-968-2000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GMCC万通贷款Direct Lander 专金大额贷款EAD H1都可做 6家分行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GMCCLong.com查询利率 Copertino分行7月8号周六上午11-12时 Open House 欢迎光临 RSVPinfo at GMCCLong.com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济及培训热线650-996-1982 你退休了又想找没有压力的好工作吗 您想免费多学理财知识吗 请参加精英理财的自学理财达人讲座 听由二十几年经验的David 教你如何自己成为保险理财达人 又可以帮助身边的朋友 如果你要了解一款最适合退休族群的长期护理产品 合保两人终身长期护理无上限 请参加精英理财讲座7月8日周六下午2点至4点 报名请便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 GMCC万通贷款由Charles Zhao 带来两位资深贷款经济 Juni 于和Linda Lee讲述他们入行使命感 对顾客始终如一的诚实态度 资深理财顾问沈荣继续讲解配偶 如何最大化领取涉安退休金 Top 1 Investment 天爪锅 说明6月14号FOMC Meeting加息之后 联储局对于未来利息的打算 请于7月8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暗谈 您厌倦了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吗 您想发财致富 但是还怕炒股亏钱吗 好消息 www.chinesefn.com的华尔街专家王勇王 教您像巴菲特那样长线致富 财务独立 改变人生 您知道吗 如果1997年投资亚马逊股票13800元 现在已经诈值1000万 没错1000万 投资不是赌博 投资能让您致富 一个月100块就可以开始 想知道如何开始吗 请立刻上网www.chinesefn.com 我们就将送您一本价值50元的投资圣经 如何发现下一个明星图 请拨打长期热线发财专线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规信号 华尔街王2016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nyville 在Cu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Crescenton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欢迎加入GOOGAM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是2017年的7月6号 礼拜四 在今天呢 因为股市的这个盘比较明显的 呃 在有一点下跌波的这个 indication 那并且呢 今天下跌的幅度也比较多 这个是自从五月以来的 下跌比较多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在朋友看到朋友们 来问到的这些问题啊 我觉得稍微specific一点 比如说有的朋友问 呃 NVIDIA或者是FMCC 或者是Facebook 你要问关于什么呢 是说你是多少钱买进 现在是赔钱还是赚钱 应该怎么做 就是比较specific 比较特别一点 这样子比较有一点意义啊 这样对您自己 还有对大家都比较有帮助 好Kim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这个势头呢 我知道您都是看一波一波的来 先看下面的一层 support 然后再看而不做太长久的这种预测 但是像今天这个盘 您做了哪些事情 来保护你的portfolio 或者是增加赚钱的机会 那我看到这个 因为市场可能会下来 然后最近这个VXX这个波动指数 也是已经连续涨了几天 它也快要突破一个 50天均线这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它市场下跌的 是有下跌的趋势 而这个VXX呢 可能会开始涨 涨多一点 所以我基于市场下跌 有可能下跌的原因 所以我买了这个VXX 来参与这个市场下跌 那么另外我看到油价 油价的话 涨了好几天 可是最近都开始下来了 然后当然油价下跌的时候 这个能源类股 它们也可以跟着跟着跌 能源类股 其实它是从去年这个12月 能源类股是这个ETF是XLE 它去年12月的77块 掉到现在的64块 也跌了16%左右 那么它一直都是下跌的趋势 然后尽管过去一两个星期反弹了 可是刚刚反弹到50天均线的时候 就开始下来两天大的 所以它过去的两天跌下来的幅度 就已经比得上前两个星期涨的那个幅度 所以下来是蛮凶的 所以我也参与了这个 看这个XLE 原油类股下跌的 它这个XLE 其实看起来不停的在创造LOWER HIGH和LOWER LOW 很明显的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对啊 而且 所以技术分析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你看到它都是在50天均线那里就回头 你是卖空它吗 我是买看跌的齐全 看跌的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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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买PUT吗 是 买XLE的PUT OK 然后刚才的那个VXS 买Core 买Core 这个也是 这个如果要反弹上去的话 会很厉害的 它在下面盘整了已经很久了 对 过去一段时间有一个叫做VXN VXN就是纳斯达克市场的波动指数 它那个这个波动指数VXN呢 其实已经开始开始上来了 自从5月份就开始冲 可以冲上来 一波一波的冲上来 所以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S&P500的波动指数VXX 好的 也可以上去 好的 投资朋友问到NVIDIA 不要看今天NVIDIA是小涨 但是它还是 我觉得它这个 这个近期的趋势并不看好 今天收在143块4毛8 今天反弹了百分之0.3 那这位朋友问 那我不知道你specific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们就请黄老师来回答它短期的走势吧 嗯哼 嗯哼 它这个短期来说正在调整 它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守住136 136是它的50天军线机舱 所以它不跌跌过136的话 第13还是还是看涨 现在是143 距离136还有7块钱 是 那么 所以当这个S&P500啊 和那个纳斯达克继续下来的时候 它也有可能去试探一下136 好 到时看看它能不能够守住 守住都还可以 守不住的话可能就跌到119 嗯 120 120那个是200天的均线 对 OK 100 100 100天的均线 OK 而且也是以前去过的 嗯 一些主力 这个也make sense的 从50天万一跌破就看100 100万一也跌破就看200 如果跌到200之下 那这个就很危险了 对 是 好 那现在来看Facebook Facebook是Faamg 这是自己的6只股票里面的第一个Facebook 今天其实它下跌的坡度是跟大牌纳斯达克差不多都是下跌超过1% 今天是收在148.82元 嗯 嗯 如果非常firm believer of Facebook 是很好的一个公司 并且它进军 好莱坞也是很好的前景 嗯 它不怕 它不卖 你怎么说 嗯 嗯 当然那个 嗯 嗯 做股票呢 有所谓的长线 有所谓的短线 嗯 嗯 长期来说 你就要靠 嗯 研究 深入研究 它的 嗯 公司本身的情况 它的产品 它的 营运 嗯 它的财务状况 就这样来看 当然 这是一切 对于Facebook来说 应该是没大问题 嗯 基本面上 所谓基本面上 应该没大问题 嗯 可是 当市场下跌的时候 所有这些价位都要调整 无论你多么好的股票 都要跟着市场调整 是 何况这些 这些大股 涨这么多 最近也领先下跌 最近的股票市场很奇怪 就是 尽管那是大跌 可是 道琼很没会涨 这样 所以这个 归咎于大家所谓的 就是股内轮转 A sector rotation 就是 卖出来 走进去 另外的 可是最近 看起来 就是 大部分的 都 都已经轮转过了 好像 现在唯一 比较好的就是 生物化学 健保 财务 和 大型工业 都不错 好 这四类股都不错 所以 回去 Facebook Facebook现在 也会跟着市场下来 它下一个重要的机场是 145 所以 距离现在大概是10块钱左右 对 好 所以 最近 看跌的机会大 就 希望它能够守住145 好 我们来看 Goldman Sachs GS 它是银行股 投资银行股 今天下跌0.5% 可是它的趋势看起来还OK 比很多高科技股都好 是OK 因为它在212那个地方做了三次底之后 现在都蛮稳的这个底部 所以慢慢的上来 当然这个利率上涨对它当然也有帮助 所以它现在是看涨 机枪是221 主力是100天军阵229 OK 趋势看涨 趋势看涨 OK 下面一只股票 就是Tesla 今天下跌这么多的Tesla 以它作为一个例子 碰到自己的手上 有Tesla本来赚钱的 舍不得卖 这个是很common的一个phenomen 对不对 那今天跌到了300 今天跌到了308块 还没出手 也许已经开始赔钱了 这个时候叫投资人真的是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这种形态的股票要怎么办 技术上来说 技术上来说它可能会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它首先就跌破了50天军线 338这个水平 然后现在刚刚今天的低点 刚刚碰到308 308这个100天军线机场 跌了20%从高点 一个半礼拜 所以技术上是有一些破坏 可是这支股票就是 由现在就是 它就是不肯跌的 就是卖空姐的杀手的一支股票 因为它跌的凶 可是反弹的也凶 可是那么技术上不太看好 那个基本面上最近有两个分子师 一个是Google Set 它说OK 我们从目标价 半年的目标价从190 调到180 180现在是308 对不对 假如你相信Google Set 这个话基本面上 你也要担心 相信一判吧 另外一个 Cowen Cowen 他觉得它会去到160 所以这支股票 不是普通人能够 能够做的一支股票 参与 OK好 好 现在时间已经 马上就要到了 那现在下面一个 作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是X for X-Ray Po X-Po Logix 今天的收盘价格是 63块3毛8 很简单的回答是 Buy, Sale or Hold X就是hold 另外一支是什么 就是这样子了 X-Po就是这一支了 好 已经回答完毕 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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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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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eleofrealty.com 及培训热线650-996-1982 GMCC幻通贷款由Charles Zhao带来两位资深贷款经济 Juni渝和Linda Lee讲述他们入行使命感 对顾客始终如一的诚实态度 资深理财顾问沈荣继续讲解配偶如何最大化领取涉安退休金 Top 1 Investment天爪锅 说明6月14号FOMC Meeting加息之后 联储局对于未来利息的打算 请于7月8号周六晚7点半准时观赏娱乐办谈 昌星珠宝名赚总会 昌星每刻证时都尽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 恒久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醉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Heart on Fire Roberta Coy Miggy Moto 烧帮 伯爵 宝格丽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昌星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盛河西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即Mu Peters环球广场 查询请电408-983-2688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本周湾区最新的花粉指数为 树花花粉每立方米63颗中等浓度 草花花粉为每立方米2颗低浓度 野草花粉为每立方米0颗 霉菌包子为每立方米200颗低浓度 湾区今年春天的花粉季节已经结束 希望听众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以上资料由南湾过敏哮喘专家徐安林医学博士提供 电话号码408-286-1707 408-286-1707 Transpacific范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先由Fremont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 Meta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Tendra郭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就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Tendra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Tendra008 at Yahoo.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Top 1 Investment Kendra 郭时间 Kendra 你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好 像今天的股市是下跌的 对 那很多资金呢 很明显的进入了债市 所以今天的利息是上涨的 可是最近的房贷的利息上涨 大概已经有一个礼拜了 是是是是 那这个上涨的情况 并没有在6月14 FOMC Meeting之后 决定加息发生 而是在最近一个礼拜 国庆日前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看 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讲了市场的这个情绪 这种逆转 其实有时候呢 我们很难以 就是说预测 就是说 比如说在联储局 在上一次讲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时候 它的语调其实是充满了鹰派的 各方面各个角度来看 都是鹰派的 但市场却并不卖账 所以市场的看法 跟联储局所看法呢 有出现给比较大的分歧 但这种情况不是并没有发生 但是事后过了一个星期 这个时候 市场才慢慢慢慢体验到 真正的鹰派 应该是真的 并不是讲假的 这个鹰派只要反映在几个方面 就是说 联储局这个鹰派 就表示了关于这个 这个balance sheet的这个training 这时间比市场运气的 来得来得更早 很可能在今年的9月份 就开始准备做手处理的 这个其实是鹰派的 我个人我个人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在早期的这个时候 认为是明年才开始的 这个叫balance sheet train的这个计划 是提早到今年 比预期中来得更早 所以规模也比预期来得更大 这是我认为是充满了 鹰派的这种做法 第二点 他讲期了这个 对对对 然后他对于加利息的需要性 还为了经济这个看法 比较乐观的这种情绪 其实对市场来讲 是我个人认为是鹰派的 但市场上 我认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大家忽略了 或者 ignore了 这个联储局的这个讲法 所带来背后的鹰派的含义 市场是用鸽派的这个方式去理解它 包括了鸽派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他讲出这个balance sheet 这个train 最少列起了一个非常清晰的 明朗的做法 那市场认为是比较鸽派 就算我们知道了 unlone的这个certainty 已经过了 那对某一部分人来讲 他介绍他lay out一个 非常明显的这个步伐 这是个鸽派 或者是说他所讲的 这个impact之中 市场上也认为 就是说比较加息 很可能因为这个balance sheet 这个train的这个行动 而导致这个加息的步伐 被我们想象中这么快 这么多 这个市场是 他讲的鹰派 市场用鸽派的方式去理解它 这个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为什么 在那段时间来讲 利息不单止没有在 还会回落了一点点 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 市场上是误读了 这个联储局 这个加息的这个 整个这个信息 那在过去 这一个多星期以来 出现几个变化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说市场上开始 页一页多的投资者 可以回复理性 我们再重新再解读 联储局所讲的 这个一些数据 那不单止是 我们所看到一些数据 一些其他的这个 一些enouncement 包括的是说 我们看到从英国的央行 也包括了欧洲的这个央行 欧洲央行 甚至在今天来讲 已经透露这个面 已经讲了 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暗示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QE的计划 已经接近尾声 英国甚至告诉他 没有QE 他基本上他 他就很快 有这个加息的这个必要性 这个这个就是说 从英国 从欧洲 我们讲现在除了日本之外 基本上 这个全球的主要的这个央行 我们讲央行 这个一个是英国 美国当然是代表了 全球性的这个重要 最重要的这个分量 欧洲的这个央行 也是第二分量 最高分量的这个 央行 欧洲的这个央行 在在这一次之中 已经讲出了这个QE 可能接近尾声的这个信号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鹰派 而且未来 那个英国来讲 已经讲出 很可能在未来呢 有加息的这个必要性 我们所讲 这个欧 全球主要的这个 重量 重量级的这个央行的人 当然除了中国 没太大表示 日本没太大 亚洲来讲 没有太大表示之外 欧洲啊 欧洲来讲 那是一个英国 包括欧洲 欧盟 这些都放出一些 比较鹰派的这种讲法 这个让市场上 中医 从未到 之前我们所讲 联储机的这个 之前的Enancement 这种 现代的市场上 用鹰派的方式去理解 这个是我个人这个了解 就是市场上 现在开始 现在问题是在这里 就是说 很可能现在这个利息 才是真实的这个利息 早一点上比较低迷呢 很可能市场过度的 这个解读了 这个联储机的这个 过度各派解决了 他们英式的做法 鹰派的做法 是是是 从我个人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是日式的话呢 将来利息很可能 回落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这个就是说 因为市场上 这个已经客观的消化掉 这个或者是应该 更客观的这个解读了嘛 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今天是个重量级的这个数据嘛 今天好多数据 好多数据 所以这种有鸽派 有好消息 有坏消息 对 ISM是很好的 对对对 今天礼拜四是在报告 上一个礼拜 第一次申请失业均的人数 这个是增加了4000人 总数升到23万24万8 那还有今天也是 六月份私营就业增加 15万8000人 预期是上升18万5000 那在上个月 五月份是增加了25万5000 所以你看私营的这个payroll 是比预期来的低的 那明天这个重头戏 就是劳工部要公布的 在六月份的南方payroll了 对吧 那这个可能如果根据 ADP的表示的话 那可能这个数字也会下降 ISM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ISM是在manufacturer 在制造业方面 新订单的增加 所以他这个整个ISM增加的速度 就很快 是57.4 这个是高于前月的56.9 这个又是一个好的数字 是是是 因为我们所看到 今天美国的整体这个数据来讲 今天是一个重量节 对地域来讲 是有好消息跟坏消息 但是我首先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经济上的坏消息 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 经济上我们所讲好消息跟坏消息 是刚好相反的 对 相反的意思就是说 我所讲好消息 对利息是好消息 是指经济上 经济上是不好 经济上是好的消息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坏消息 我们想要是经济不好的 这个时候呢 是代表的好消息 利息就要结了 好消息跟坏消息 对利息市场来讲 今天是有好消息跟坏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呢 这包括了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 Initial Job Claim的这个数据呢 比我们预期中来得 多 来得更多 多了四千 多了多了四千 那这个是比预期中来得更多呢 是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 代表经济的成长 这个动力呢 没有我们预期呢 可能没有我们的预期这么好 就业没有什么想象中这么好 那除此之外 但是也有坏消息的这个地方 坏消息的这个就是说 包括了ISM的这个报告啊 包括了就是说 就是我们所看到就是说 就业这个这个private sector 这方面的这个ADP ADP是不好的 ADP是不好的消息 估计是18万5 但是今天正式公布是只有15万 那是比我们预期来得低得多 对 低得多 这是好消息 对我们来讲 对利息是好的 对利息是一个 我们讲 Initial Job Claim 比我们预期来得更多 这个是好像对 再加上private sector job的这个增加 那代表这个美国劳工市场 是在减少中 OK 或者说重力在减少中 OK 失业金呢 失业率呢 是预期是4.3 跟预期中 是没有什么太大这个变化的 OK 那除此之后 Lon-front paywall的 明天估计可能不会太好 我个人预期可能 因为ADP 按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ADP 没怎么好 再加上这个 Initial Job Claim 增加比方更多 那所以明天的预期可能不好 这对我们利息市场 是个好消息 但ISM的这个报告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ISM报告呢 就是说是讲的是说 那个这个经济上的这个 有两个 一个是ISM的报告 还有一个PMI的这个报告 今天是综合性的 PMI的这个报告呢 是比预期中来得更好 ISM报告呢 比预期中来得更好 但是ISM Manufacturing 只占整个的经济的三分之一 是是是 重要的是 Service的是三分之二 那个数字我们还missing 还不知道 对对对 所以从ISM这个报告来讲 还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消息 所以今天来讲好坏参办 但是今天所看到的 主要是在意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个央行 其实理论上来讲 今天利息应该会回落一些的 就按照 純顺美国国内这个消息来看呢 应该是略为回落 但是我们看国外的这个消息呢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应看到国在呢 那个就是说 欧洲的这个央行呢 已经明显告诉大家呢 就是说 他们是接近这个Q1的这个尾声 那这个导致德国的 德国的这个债券这个利息呢 有个明显的幅度的这个上涨啊 因为我们想看欧洲整体这个局面来看呢 就是欧洲这个经济这个局面呢 其实逐步的在向正常化发展 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正常化 包括了经济整体的这个发展 包括了就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 欧洲的这个PMI 包括了Service 包括了是说Manufacturing来讲呢 在过去这么久 联系两年 将近超过两年以上 都是正面的这个发展 也意味着是什么 欧洲的景气是在回复之中 那除此在我们所看到 这个欧洲的这个政治局面来讲 也有稳定性的这个发展 因为我们像英国脱离欧洲的 这种的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事件呢 在欧洲后期的这个选举之中 已经逐步了 已经不再出现了 而且呢 像法国来讲 甚至出现了一面倒的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稳定性 就是说 这个极端右派的这个 这方面来讲 这个占的这个比例呢 越来越低 从各方面这个角度来看呢 是欧洲是有稳定性的发展 好 我们展示告一段落 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我们就来继续探讨 如此众多的因素 到底会在明天爆南方Payroll 如果是少于预期 市场会怎么样反映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市场的情绪 还是主宰着各种经济数字的报告 那这个也是相当值得我们关注的 听众朋友 今天访问的嘉宾 是Top1 Investment的负责人 天爪锅 他的文字短讯的号码是408-218-9760 218-9760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David 我好开心 最近跟Sabrina买了50万的人寿护理险 不仅除去力超强 利率7%到8 将来退休更不用担心没签用 保费又不贵 最棒的是长期护理 无折扣100%理赔 若买的是50万人寿保险 长期护理就是50万 欲知详情 请电 全美人寿 Sabrina 415-602-0347 415-602-0347 602-0347 我是沈荣 MassMutual顶尖理财顾问 联系10年获得MassMutual蓝筹奖 任何情况下 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每一个问题在第一时间 凭确恢复 每一个计划量身定做 几乎每一个客户都觉得 自己是我唯一的客户 我将用我卓越的知识 使您的财务状况更加自信 我在Wanna Quick Fremont San Jose 均有办公室 电话925-858-9502 925-858-9502 MaxRail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ai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ail 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 Close Deal MaxRai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 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 MaxRail Cupertino 请下Vi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董燕洁 66 Park Place New Peters Town House Style Condo 79万9千 董燕洁 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 Tendra 郭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 而心有旁物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就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 上千个贷款 疑难杂症 Tendra 电话 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 Tendra008 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再度介绍今天的嘉宾 他是Kendra 郭 Kendra 您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好 那另外还有个因素 造成今天的股市下跌 就是地缘政治 的这种不稳定的增加 特朗普总统在华沙 他又发表演说了 他对于北韩的这种发射 洲际弹导导弹 这个事情呢 他觉得是非常的懊恼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 所谓的历史以来 就是泱泱大国 他们国防机密 什么东西都是公开的 对大家讲 不止他们国内的重要机密人员知道 全世界都可以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他不做什么 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 孙子冰法绝对不赞成的 那所以地缘政治 如果紧张的话 是会造成钱再度跑到债院里面吗 理论上来讲 但是事实上 在建市场可能 他家太 就是ignore了这个方面的这个因素 可能就是说 虽然那个北韩的这个事件 但是大家可能习惯了 就是说不断有导弹 或者大家都可能就是说 没有太过重视 我个人认为 他这个事件还不至于 发射飞弹 这种事情还不至于导致了 就是说在建市场有波动 除非是有战争的爆发 就小规模的战争 就是说包括了就是说 南韩跟北韩之间有冲突 或者是美国采集的武力的行动 有进步升级的现象 就事实上上 基本上就是说 大家都认为 大家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这个讲法 所以还并没有 所以地缘的这个政治这个冲突 对利息市场这个造成的 并不是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所看到 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的一些消息来讲 看到美国就业市场 有缓慢的这种现象 包括initial job claim 比预期来的更高 再加上private sector 这边的ADP的这个增加 比预期来的少 而不是少一个小幅度 是一个大幅度的相差 18万5和15万8 这个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距离 代表美国的就业市场 有软化的这种现象 soft 但是呢 这中间有一个问题 但是这只是一个月的数字 但是前几次有这样的这个现象 上个月也是有这种发表 比预期来的低的多 OK 这个是有持续性的 现在来讲 是美国的就业市场 有软化的这种现象 OK 但是呢 这个方面来讲呢 它又有 这是一个坏消息 我们经济上来 从我们的角度来 是个好消息 但是呢 这个经济不是个好消息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所看到 average labor cost 是有增加比预期来的更高 这是个坏消息 因为我们现在最怕 市场上最怕是通货膨胀 对 最怕通货膨胀是什么呢 就是利息市场最怕是通货膨胀 那通货膨胀是怎么样造成的 就是说因为 你有 labor shortage 导致这个 labor cost会增加 labor cost增加 必然会反映在将来这个制造成本上 如果制造成本上涨 必然就带来这个最终的这个价格会上涨 价格上涨 代表通货膨胀 现在市场上最害怕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所看到 颜料价格市场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所看到 就是说 人年的这个价格 最近这段时间 有下跌的这种趋势 那再加上就是说 美元的强势导致进口的产品 也相对来讲也比较低 那美国并没有面临的即时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 这个也帮助了美国这个利息呢 维持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状态 维持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状态 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能力这个成本 有上涨这个趋势 而且上涨这个趋势 比我们一起来的更高 有超过0.3% 那这比一起来的更高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国 今天这个市场的隐忧 但是这方面来讲也有点矛盾 矛盾是什么呢 就是说新增加这个就业不断在减少 然后呢 initial job claim 不断在比一起来的增加更多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理论上来讲 那个能力这个成本这个上涨是有限的 或者比一起来的更低才对 为什么就是说 这中间又出现能力成本上涨 比一起来的更高 但是你讲的新增加就业不足 没有像我们一起来这么好 这其实中间是有一点小矛盾的 这个矛盾当然要等到联储 下一次疫情这个时候开会 又再一次帮市场来解惑 市场的困惑永远是存在的 就是说像刚才我们所讲 市场上今天这困惑是在于美国 今天这个劳力市场 不断在减慢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发现又是 因为劳力成本上涨的速度 比预期来更高 这代表劳力紧张 但同一时间又没有增加这么多的机会 这对企业又不及其能 劳力既然紧张 那就等于企业 需要请更多的这个人 才导致这个能力成本上涨 对不对 是其实我们不要只听到这个ADP了 或者是南方批入就以矽谷弯曲的情况来看 这是一个全美国的情况 这全美国的这种是像房地产一样 也是每一个地方都继续发展 并不是完全平均的 但是这个nation wide nation wide的这个发展 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像纽约或者是加州 这样子的招人的蓬勃的气象 很多中部啦西部 事实上根本还是一样一潭死水一样 其实我自己有些客户了 在问我这关于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一些 譬如他的贷款这个方案 这为什么过不了关 或者他loan to value这么低啊 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情况 为什么还是这么苛刻啊 其实银行所做的这个程序呢 是说他不是因为你在硅谷房子 loan to value特别低 他才比较苛刻 他苛刻是说他是 所有的任何那个地方 他是都有同样这个 apply的同样这个人 不是只是一个一个 针对我们这里loan to value特别低 他给一个特别好的方案 那你更容易过关 因为对他来讲 到了某一点 it doesn't matter they don't care 所以呢 银行这个方案来讲 这个银行的underwriting这个guide line 并不是有时候 因为你条件好一点 它放松一点 当然也有这个条件 但是他空间是有限的 他一到某个点 他可能都是一视同能的 对于大家来讲是完全一样 比如说你loan to value低过60% 那低过20% 那60%是基本上没差别的 对他价钱这个improvement 也是没分别 或者80%跟75% 它没分别 对他来讲 这个贷款这个方案 并不是因为你down payment 多了一点 或者reserve多了一点 可以放松一点 银行在这方面来讲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调整 就是说从过往这么久以来 我们所看到银行 基本上是一视同能的 因为它是全美国的这个贷款 它不是只针对硅谷这里的一些 比如就一些股票 start option的收入 这方面来讲 可以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什么新转工作 收入比较增加 它还是必须拿两年的平均 并不是说你过去 这一年的这个bonus增加了 但是因为你bonus时间很短 所以银行它不算 它必须要看两年以上的这个bonus 它不能只看你现在转的新工资 增加了很多 那我就用新的这个bonus 来算每个月收入 不行 那这个从银行这个角度 它必须按照两年的这个平均 从很多的方面来讲 银行这个做法 是按照这个全国性的这个看法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房地产 这个行情也是全国性的 有时候我们看湾期 房地产是这样子 或者湾期这个 或者贷款方面来讲 它也并没有因为湾期 特别设计了一些 专门针对湾期的这个贷款 这个方案给湾期的这个客户 所以银行这个角度 它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选择的 I see 好 那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 像今天7月6号 国庆日已经过了 那7月份的 Summer的利息多半是怎么样 Seasonal来讲 从过去以来 基本上就是说 在暑假来讲 因为对贷款的这个需求 会比较大一些 那在传统上 因为买屋的人 买屋的人也比较多 那所以呢 代款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跟 demand跟supply有关系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连出的这个时候 利息会比较好一点 代款会比较多 那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说 第一呢就是银行也比较motivate 在连出的时候 刚好很多的quarter已经到期了 那新的一年呢 大家很多都喜欢上班 那银行有比较多的这个motivation 去做更多的这个生意 那既然更多的生意的时候 银行之间的竞争 在连出回来这个时候 会比较加剂一些 所以在没有其他的因素 完全一样的这个因素之下 我个人认为是 连出的这个时候呢 这个利息会比较好一些 假设我们讲的bond market 是一样的这个情况之下 银行有比较大的这个incentive 去努力去做 因为我们要知道 很多的银行 其实它跟Fenemay 或者之间的都有个协议 什么协议呢 就是说买房子 跟重新贷款有个比例 这比例呢 比如说如果它提早到的话呢 那银行可能就没有这个incentive 什么叫提早到 比如说它这一年的这个quarter 就是说跟那个 跟卖给Fenemay的 quarter 已经到了 它就不用再去 不用去就是commit的 这个这么70% 其实有的银行要跟Fenemay 所以它就比较leashly 它就不大愿意放款了 对对对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想解释就是说 很多的银行 它要卖给Fenemay的这个时候 Fenemay会有签一个协议 尤其大的这个银行 它有个比例 比如说50%是必须 要买房子的这个贷款 50%是重新贷款的这个比例 那很多时候银行 为了达到它这个目标的这个时候 它会做一轮的冲刺 冲刺完了 这个quarter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 它就不再 不需要再commute的这个时候 它就不用这么急的 去improve它的pricing 或怎么样 有时候它会 有时候是说 它买房子的比例不够 就要到齐了 那它可能在那个时候 突然间 从promotion 从promotion 它的promotion 那个purchase special 就可能会推出来 那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 像你是loanbroker 你就知道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industry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知道的 这个时候 我们会赶紧告诉我们客人 在我们这个节目上 我们有机会呢 也可以会先扬 就是说讲一讲这个贷款 有些什么special promotion 或怎么样 我们赶紧讲 所以现在来讲 我们所看到买房子 也有特别的这个优惠的方案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房贷呢 有些不同的银行 它有不同的优惠方案 所以我们会 从我们broker这个角度来讲 银行还有放款的单位 他们是不是以purchase为主 因为有合约在嘛 是是是 它把refinance 放到稍微后面一点 是是是 这是现在来讲 普遍银行 都有一些大的银行 都有这种的现象 就是说小银行 不做这个限制 小银行跟Fenemate之间 或Freddyman 它没有签这个协议 这个是针对大银行 但大银行 它拿的价钱 它volume比较大 所以它拿的 可以拿的更好的incentive 然后它可以通过 survey这个loan来讲 可以赚起二万的这个利润 所以它的空间 会稍微大一些 哦 原来如此 好 那现在时间不多 来告诉我们朋友们 refinance或purchase 现在各种不同的银码 比如说是小额贷款 大型贷款的利息是怎么样 好 没问题 我们expect比较高的利息 是是是是 那实际上 最近我们是刚才说 福音头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话 就是说利息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普遍来讲涨了 是涨了 而且涨的幅度呢 不止0.1u 但是房贷这个利息 基本上涨了0.1u 左右的这个升幅 所以房贷这个利息 涨的这个幅度呢 是没有这个 这个我们刚才所讲 Bond的这个幅度涨得这么高 那刚才我们在之前 发了很多时间讲 这一次有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常态 这么高的这个利息 它很可能将来 可能回落的可能性 不是这么大 就假设市场上 就真的像市场的预期 这个鹰派 是包括了欧洲啊 包括了美国啊 包括了英国 都都进入这个状态 没有什么回落的空间的话 现在这个利息 很可能就是将来 那个常态的这个利息 很可能不太 就是说不一定会回落到 之前的这么低 所以我们讲的42万4以下 今天最好的利息 是3.875的这个利息 OK 30年的 30年固定 15年固定 今天最好的利息 我最后能够做到 是3.5 Not bad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利息 3.5这个利息 跟3.875 那我讲个人来讲 就是说过去 曾经是有3.75 现在来讲 很可能要涨到3.875 3.9有可能就是常态的这个利息 OK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如果是买房子 今天最好的利息 Jump alone 20%的单payment的话 Jump alone 还是有机会 能够做到3.75的这个利息 OK 还是有机会 3.75的这个利息 那除此之外呢 在这我们节目 已经也讲过 假设你是有一个 是贷款 可以拆开两个弄来做 有些是50万以内 我们拆开分开两个弄 first弄 42万4 然后放到一个second弄 那有机会 我们可以考虑 做一个20年固定 20年固定 今天最好的利息呢 是3.5的利息 那也比之前少一点 也会高一些 但是呢 也不错 划算吗 也是划算 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 假设你今天是有个 3.87的这个利息 30年固定 那我们没办法 做什么贷款的了 假设你是个 50万左右以内的 这个贷款来讲 我认为拆开两个弄 适合什么样的人做 就是像刚才所讲 假设你有个 50万左右的这个贷款 我们拆开两个弄 first弄呢 我们可以做 约3.5的这个利息 那除此之外 像second loan 放了一个second loan 其实正宜的贷款 放了second loan 那最近这辆 甚至那个 7年固定的利息 还算可以 也不算特别好 普遍来讲 比之前已经涨了 那我们7年固定 今天最好的利息 能够做到是 3.375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理智的去了解 今天这个市场 很可能 就是说 就是这个利息 以后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子 甚至可能会涨了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面临的是 比较鹰派的这个环境 OK 非常感谢天爪 要找到天爪呢 请文字短讯 发到408-218-9760 408-218-9760 或者写电邮到 Kendra008 at yahoo.com 谢谢你 Kendra 谢谢各位 祝你有一个 愉快的summer night 好 听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 在明天晚上 七点钟 再度与您空中有约 祝您晚上愉快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盎 es员 衔